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漫画中当超人黑化后,世界生灵涂炭,蝙蝠侠率领着正义联盟的所有成员躲进了地底下。 在地下与超人周旋,与超人对抗,其实DC漫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黑化的情景,比如蝙蝠侠黑化后,超人出面独指蝙蝠侠,更何况还有不易联盟,这样的全员黑化的情景。 从正义联盟这部失败的电影中,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教训,那就是超人实在事态过于无敌了。 在最后的决战中,超人登场之前,正义联盟的其他五名成员加起来只能与荒原狼五五开,但是超人一登场,几乎是一边微笑,这一边打倒了BOSS。 难怪有观众表示超人根本不需要萌摇,鉴于超人的实力如此强大,在DC已经难以找到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反派的,那么为何不让超人做反派呢? 如果超人黑化成为反派的话,就需要召集所有的正义联盟成员与之对抗,这样看来就是双方的实力对比,就差不多可以一战了。 黑化一位超级英雄是整个超级英雄,类型的电影从未出现的场景,如果DC能够先行一步拍出来的话,本身就具有轰动效应。